我不是贪财 我是怕穷 我也是一家九口在我的肩膀上面 应该同情我 九口 老婆就一个 老婆就一个 那赶快加钱吧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是富兰 翻译之后富兰克林 可是我们把钱改为资源 那就不一样 你资源要压在哪里怎么用 我刚听小清中跟方舟说到三十岁 我觉得你们蛮积极的 成名的早 三十岁以上 你没想过三十岁的自杀要死掉吗 我那一辈的人好多人都是这样 我跟我太太就是 那时候男女朋友都约定了 我们二十四岁开始交往 我们都说活到三十岁太老了 我们三十岁那一年准备自杀 还想了各种的自杀的方法 当然说起来非常负面 那我也没死 因为结果慢慢到了 然后到二十九岁 还真的准备了 准备了 还该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烧炭 炭也买了一大包在那边 刀什么药都买 结果那时候 生命很好玩的 那时候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太太怀孕了 可能为了准备 既然都要快死了 赶快增持时间 每天晚上就有快乐 我以为是另一个女的怀孕 我太太怀孕 那怀孕了 那就好吧 就生吧 那三十岁那一年 我就当了父亲 那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觉得你干嘛要死呢 为什么呢 当你有了小孩 你就觉得你的生命 有存在的意义 你的青春延续上来 你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生命的 你小孩替你重新活过来 那你更没必要活着了 可是我又先把小孩养大 那是麻烦 你这个不是玩笑 这个轻生死啊 往往真是发生在年轻 就是我看网上有过一个调查 跟踪调查 18岁的时候 调查好多这个高中生 都是说 我活到三十岁 我要自杀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 后来又随访 再看他们 就没一个还死的 就全活着呢 那理由不同 那么有你说的这个理由 还有的人就是说 是到三十岁 我是觉得人生 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想再等一等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似乎反倒是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挺不好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点像一个 守财奴一样 在算我的时间 以至于那天 一不留神 把人家义军 小军军 他那小军 把义军给得罪了 我们这次拍那个 行天下 就到这个 好 就有天晚上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酒吧吧 徐老师呢 就先上去睡了 然后呢 义军呢 叫了瓶红酒 我以为有什么心事 要跟我讲啊 结果什么也没讲 讲讲讲 最后一直讲到12点多 对吧 我才回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说 花不来 花不来 我昨天跟你聊 三个小时干什么 我说你看 第二天节目资料 也没看 对吧 我说我以为 你要跟我讲点什么 知心话 结果什么都没有 把他气的 他说 小军军对不起我 背着我干这种事 对 就是我现在真的 你挺孙子的 我觉得就是 谁约我出去 好像我在心里算算 我算的这个账 不光是金钱账 不是说跟小青 都能挣钱 跟方舟不能挣钱 就可能各个方面 比如说方舟现在的 这个颜值了 婚恋照 这个我们俩谈话的 知心程度啊 就是你知道吗 我不知亏 就是说 我得预期 这次今天晚上 跟方舟见一面 能够得到 或者是精神的满足 或者是物质的满足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意外 对吧 有一定的笔值了 好 可以投资 跟他去吃个饭 但是后来 我觉得这太 太自私了吧 那你可能时间太紧了 如果说是 吃饭这件事情 我还是舍得有时间 因为除了人 还有吃的 我告诉你 要秘密好不好 军军跟我说 他说当天是想 把你灌醉了 结果老灌个醉 不管喝酒 喝了多久 你都没有醉 他又没办法下手 所以你觉得吃亏 他也亏了 亏了一瓶红酒 是我吃到最后 发现他没有让我 下手的意思 互相下不了手 你像他们这个 老男人饭局 我那天还看见 那个老六 那个张立宪就写 他就说 我们可以从星期一 吃到星期五 天天吃 你们不觉得这浪费时间 现在就是 确实是没有时间 再吃 就是我跟他已经 快两个月 没吃过饭 这个很痛苦的 由此你觉得 你的这个人性 不是说德性 不是说 就是说你的性情 有发生变化 你觉得你的脾气 有没有越来越急 应该是越来越不急 那你有休养 应该越来越不急 我不太喜欢 特别着急的事 我觉得着急的事 肯定都是不重要的事 而且可是 据说你 交集是一回事 我觉得每个人都交集了 不管是中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问题是你如何 安顿你的交集 你的反应怎么样 比方说香港人 有一个习性 我们在香港 要来当作笑话 这说你排队 不是过关吗 自动过关 对不对 只要你前面的人 打手指纹 打得比较慢 卡住没有过 后面排队的人 这会给你听一个声音 你注意一下 很不赖烦 真的 那可是你在美国 在日本 我告诉你 他们不交集吗 我不相信 一定会交集的 可是你要保持 人跟人的基本的尊重 跟礼貌 跟距离 他交集 他不会说在背后 这样子 甚至我碰过 还骂了 开口了 骂骂骂张话 怎么搞 怎么回事 他大家交集 可是怎么样把 你的交集的情绪 表达出来 那才是文明的差别 对 但是香港人 大部分都很文明 但是我有时候也感觉到 有些有少数吧 香港人吧 有点得理不饶人 而且就说这个着急 哎呦 我的天呐 就是你稍微红灯 你停的时间 变绿灯了 你慢一点 我觉得他怎么那么着急 滴滴滴滴就开始 而且呢 就是对你稍稍的 这个往左拐往右拐 犹豫 稍稍发生犹豫 你就觉得他完全不能忍 不能忍受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大家都是那种 竞争的关系 然后所以就会变得 比较焦虑 就是比较着急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车道是有限的 然后这个 挣钱的机会是有限的 工作机会是有限的 所以大家会变得 比较着急 因为我就觉得 这种着急 我现在身边人 特别特别多 就是比如说 他们在做这种 文化内容创业什么 大家都非常着急 写剧本的非常着急 做知识付非常着急 是因为 韭菜就那么多 你知道 为什么要着急 肯定都会失败的 为什么要着急 先拨一茬 试一茬 大家就是觉得资源有限 然后所以我们都要去 虽然都会失败的 但能搂着多少是多少 就是这样的心态 就是你看在北京 后来我发现 北京也这样了 就是你在北京这开车 要不说北京的 出租车司机也是 大部分都是很文明的 但是我也碰见有一次 我觉得骂的挺绝的 就是经常有那个 蹭一下就过去 真不怕撞车呀 蹭一下就过去 然后我那个第二司机 把车窗一摇开 铺一口开 找坟地呢你 就是说你赶紧投胎呀 你就是 你这么我一说 我想起来 前一阵是在重庆吧 出的那个惨剧 对 一车15人 对 那不就是因为一个 错过了一个站 着急 跟这个司机就骂呀打呀 最后你说 能急成这样 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 脑科学的去解释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就是说人的脑的各个方 各区域进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也看到了 对 就是人其实最早是进化这个 前哺乳动物 就是原始的那一面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长了一点新的这个 脑子新哺乳动物 然后是前额叶 前额叶就是理智嘛 然后就我们能够很理智的去面对 对 然后但是你 着急的时候 就是你很原始的 很动物性的那一面 开始发作 就你控制不了 然后你开始歇斯底里 所以我觉得他 他还是有这个生理上的 你被一个动物的灵魂所掌控的 那小薰老师 你不着急 是不是说明你的这个 前额越发达 就意志的这一块 比较发达 我觉得也不是 我也会经常着急 但是我觉得你读的 就是看到的东西越多 你经历的越多 你到了一定岁数了 你会慢慢的放下来 你的冲动就不会那么强烈 或者说你 因为冲动吃过亏 你可能就不会 不会再去冒这个风险 在就是 哪怕你占理的情况下 你也有可能吃亏 你就会不断的警告自己 这个可能是不对的 而且中国在这个40年里面 经历了国外很长时间的 400年的 发展 很多东西对大家来说 都是陌生的 就是你周围会突然出现很多东西 我们过去在这个70年代之前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近 就是我的周围也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人 再加上现在网络 就是会不断的有东西来靠近你 这个地球越变越小 让你觉得很急啊 局促 那就是很容易就会产生这种愤怒 这个是时代造成的 我觉得是 我个人觉得是时代造成 对 包括有的时候 看朋友圈就看 哎呀这个人 他怎么 怎么这个过得这么好 或者是他怎么领先我那么多 然后你就会自己很焦虑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生活在北上广 即使像我不上班 我每天看朋友圈 我都会有那种 我跟好多人同时生活在一起 同时竞争的那种焦虑感 那后来想 其实你说如果没有这个朋友圈微信之前 我对其他人生活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强的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好多是你被迫知道了太多 你被迫跟其他人距离变得很近 就被迫说得特别好 就是我本来是不愿意知道的 他突然跑到我面前来 你说你陈小青那个节目上亿的流量 本来我不愿意知道 非法朋友圈 你这不是让我当天晚上不好过吗 而且有很多的暴力的广告 就是靠 就是什么那个找个工作也要游行那样的 就是你会特别反感 那现在我就会觉得我要舒缓自己 这是一个常态的东西 我要接受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我们现在越来越接受快餐 就是从叫一个外败 就迅速的就能到自己面前 但是我会坚持不吃 你坚持不吃 那足里就只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 你吃什么 我饿着 真的 你这图不太像 我真是饿 我瘦了15斤 就是因为不吃盒饭 对 我是坚持不吃 你看小青跟我就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的减肥体会 就是只吃好吃的 如果这顿饭不好吃 饿着 就这样达到了节食的一个效果 真的 因为你知道你就算两顿不吃 下来会好吃的 有些人特别年轻人 不确定下来也好吃 所以拿到什么快餐 什么都要吃 可是说看朋友圈谈到 对我来说 效果刚相反的 当我看到那么多人有不同的生活状态 我不会焦急 刚好提醒我 我干嘛又为自己眼前这种小事情来烦恼了 原来小青先生在北京吃这么好的 还过这种狱子 我就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从眼前的事情放开了 拔出来 拔出来了 我不需要焦急 也是一个出世的态度 不是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没有朋友圈的话 我反而会焦急 好像眼前的一切都是我的一切了 我只能拥有这个 原来朋友圈告诉我说 有这么多不同的生命的处理的方式 享受美食也好 谈文化艺术也好 做什么事情都好 反而可以 应该是把我们的圈子扩大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会看朋友圈子 所以这什么事都得两边道理摆 它一定有好处 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科技啊 这个手机 你好比我现在就体会到了 过去在电视台 你哪能想到这样啊 就是我们录完了这个节目 我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 拿着手机就可以剪片子了 对吧 就可以直接像剪辑师一样 就直接操作了 这个就 这个极大的提升了你的这个效率 但是呢 问题也就是这个效率 你知道吧 就是 因为我现在觉得 人的大脑啊 是不是处理的这个速度啊 我见过有这个研究具体数字 我记不清了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CPU啊 比如说一秒钟 处理多少个比特 是总是有极限的 可是我们现在接收的 远远超过于我们能够处理的 有时候这个爆脾气啊 爆脾气是因为这个 这个接收的信息太多呀 你这个处理起来 它这个造成的 所以你像上次你看那个老姜文来 他就讲 但是他讲的有点夸张啊 他说这个 古人的书 他说你想想看 四书五经 什么诸子百家 就义车 他没那么多 他就义车 当然就是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因为他很读书 读书很多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 倒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比起古人啊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爱看书 可是实际上你这个CPU啊 这个掩耳鼻舌身 处理的这个信息 我想是成倍于 就新的信息的进入 那么这个会不会对你的这个人格啊 就是脾气啊 都是 你像所以 就像你说的初世 有句话叫以戒为师啊 有个老和尚 原地之前最后就要四个字 以戒为师 我就觉得真的有些是你盯不住的 老实讲 我现在就卸了朋友圈了 所以朋友发什么 我不点赞 你们别怪我 我卸了 我觉得好很多 就是因为知道啊 忍不住不堪 但是这个占有我大量的这个时间 而且你知道这个再说深一步是什么呢 注意力经济 你知道注意力经济 它意味着什么啊 我们面临着一帮小骗子 而且你知道就是 你的人你的动物的这个欲望 你的感官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慢慢总结出来 比如说好 一个标题 你注意到没有 最爱用那种标题 比如说这个方舟说了一句什么话 主持人邓文涛尴尬了 尴尬是吧 或者说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文涛说了一句什么话 方舟怼得真好 你想这人你是有这个最基本的感官 你不能不点击去看的 但是你点击一看 你可能就是说 奔头说方舟你长得真漂亮 方舟说我不漂亮 他就说怼了一回 后来我就发现 他有些规律性 他琢磨这个 对我那天讲 我就是一个 有个读书音笔节目 我讲奥赛罗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然后他会有那个推送 我觉得推送是一个最可恶的东西 你知道 因为你点进去 我还有一个主动性 但是他推送 他就直接蹦在你眼前 你要去看 然后我讲奥赛罗的那个推送 就是说奥赛罗为你解读 就是奥赛罗和贾乃量 谁更惨 就都是因为都是被绿嘛 就是说谁更惨 我说现在都要这种模式 莎士比亚什么和薛之仙 然后谁更想复仇 就是都是这种 比较的奇怪的模式 然后他不知道的 他又想了解这个 到底娱乐新闻说的什么 又想了解你说的是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 特别错乱的一件事 但是他就是给你一个 这样提供错乱的信息 你该怎么办 要推送一些勾引 像有些APP 这种勾引真是很难挡得住 对啊 这是你要积极地去理解 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就是一个很会积极地去理解 我也不会卸朋友圈 我会看 但是我更关注那些值得看的东西 通过自己的经验去找那些 你怎么你的经验是什么 你怎么能分辨 就是如果是刷屏的东西 我就不看 就是大家都说的一个话题 我甚至我根本 我也没有兴趣去看 我就我关心的是那些 被忽略的东西 我会看 他也许他能够给我带来能量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说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 实际上是这个职业的素养 让我永远去关心那些亚文化 或者是靠近边缘的生活人群的生活 那实际上你们坚决地说 我拍了个美食的纪录片 我也没办法说 我也没白口难辩 我内心里我不认为 它是一个美食的纪录片 人小青是通过美食 见天地见众生的 我认为是恰恰好 是因为这个时代太快了 就像我们现在吃饭越来越快一样 我们已经忘记我们从前是怎么吃饭了 从前怎么吃饭 我们吃饭要一个母亲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敲肉羹 她要把这个肉 要先都用刀背把它敲好 然后再混上生粉再敲一次 然后煮一锅水 把肉放进去 再加点生粉 再放上粉丝 香菇丁什么的 然后颤颤悠悠的 那么你如果往前推 可能我们在汉代就这么吃 然后她为什么这么吃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古物民族 很多的古物是拉嗓子的 恰好她发现了这个淀粉 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吞咽的时候有快感 那所以你看中国的很多的菜都会有这种叫勾芡的东西 对 包面粉啊 那将来还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的古物都可以处理的让你吞咽下去 非常非常顺流了 这东西就不需要了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太快 就可以忽略我们打碎的东西 那我关注的恰好是那些打碎的东西 你看里边的所有的我们选的这些食物 即将消失的游牧生活 游牧现在不允许了呀 即将消失的这个台湾的标记鱼 已经没几个人会了呀 就是包括财笋子 现在都封京旅游区呀 都弄人在那唱民歌 包括组织各种经济搭台 什么经济唱戏的 文化搭台的事情 都已经干这个事了 就是我们原来的 我们叫生活的多样化样本 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我们人和人都在用某一个品牌的外卖 在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吃的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这个片子会被大家喜欢 我想可能大家心里面对过去的那种 大家生活可能不一样的有一种怀念 我非常相信的 这也是你对快餐的批评吗 这不是我对快餐的批评 甚至我认为街头的这个烧烤摊 让它呈现给你看一下 这高了 你瞧瞧 所以这生命 真的能拿生命当于效率吗 生命怎么呢 如果 你像我刚才 我觉得我说我挺不好的 今天跟人谁出去 我都算值不值 今天跟嘉辉吃饭 没什么效率 跟小青吃饭 没准能谈成一买卖 这就有效率 但是你要这么活着 最后不就是 这爆脾气都出来了 心 就是 就是忧郁症都出来了 你觉得这有关系吗 但是就是说 其实这个很难的一点 就是在于你一旦 快起来的时候 你就很难慢 你就慢不下来 就我周围很多年轻人 他们看视频 他们从来不用正常倍速看 都是1.25和1.5 没有人用正常倍速看 就是因为你 你习惯了那个快的速度 我很自豪 我们的调查 我们的比例很 就是吧 都是正常倍速看 因为你有个显微摄影 那玩倍速看 吃亏 我也滑不来 滑不来 那得慢慢看 对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 就是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你提醒自己 不要上这个车 一上这个车之后 你就不可避免的 随之加快 这个东西 就是是你自己无法阻挡的 但是你可以控制 你要不要在一开始 去选择快起来的那种方式吧 这种车之后 就是我们下车之后